好,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DDCMS反战教程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这一个叫做 我们看一下课件啊 这节课的话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一个叫做类表分页的一个实现 类表分页的一个实现 那其实这个类表分页的话我们已经是实现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项目 localhost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的项目 OK,那么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一个再新问答 这个再新问答是麦子学院 那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 我们是没有放到这一边哈 我们是直接还在我们的这个PLUS里面的Math FAQ里面对吧 那么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类表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先给他多添加几条哈 多添加几条 localhost我们麦子得得 OK,然后V5GW对吧 那么进来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一个模块里面的麦子问答 我们给他多增加几条纪录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对不对 然后我们多先tip就是我们的title1 email1对吧 content1对吧 那么验证码的话我们也可要可不要啊 那我们我们现在是在后台发布 在后台发布 那么我们可以取消这个验证码哈 我们先来看一下能不能用 有验证码的前提下 能不能用啊 FGCO 没错了吧 OK,那么我们已经成功发布一条哈 说明我们验证码是可以用的哈 可以用的 那我们在添加这些内容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验证码给删掉 验证码给删掉 首先呢打开我们的这一个后台 对不对 然后找到我们的template template 对不对 然后找到我们插件的模板目录 再找到我们的mice FAQ的一个admin 对不对 好,找到这个admin之后呢 我们拉到下面这一边有一个验证码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验证码给删掉 好,验证码给删掉 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啊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是在框架里面 所以说必须点击这个刷新啊 还挑到mice OK,那现在验证码是不不在的啊 但是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提交的话 它会提示我们验证码不正确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得在我们的这一个 呃,PLUS的 miceFAQ 里面的 我们先找到前面的前台的这个miceFAQ 这个来啊 好,找到这个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save 对不对 我们是判断我们的validator 好,这个是判断我们的这个验证码的啊 这个是判断我们的这个验证码的啊 这一段呢 我们给它注释掉 或者给它删掉啊 那我给大家注释掉 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 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这个地方也是 我不给大家注释掉 如果需要的话 大家直接打开 不需要的话 直接放着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能不能提交我们的这一个 呃,mice问答 好 那现在就是title222 对不对 email 好,提交 OK 就是成功提交或回复问答 对不对 成功或回复问答 我们把这一个给改一下 我们是只需要发布 不需要回复对不对 成功发布问答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审核啊 有个审核 好,这边有个need check 对不对 need check need check 我们看一下它在哪里定义的啊 它只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只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一个的话 我们不需要check啊 我们不需要check 直接把这个复制出来就好了 好 直接复制出来 放到这 对吧 这边 好 好 那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多添加几条 我们的麦子问答啊 好 现在title 3 email 3 at qq 等卡 好 成功发布问答啊 我已经知道了 OK 那么我们注销一下我们后台 在前台再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呃 这个地方还是不够哈 我们才四条记录 所以说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的麦子 这个地方 好 这边的话拍子呃 page size size的话是10 好 我们改成1看一下效果 OK 改成1之后 这时候就会有这种呃 我们的分页出现了哈 就会有我们的分页出现了 好 那么我们分页是出现了 但是呢 嗯 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们后面的这一个 我们需要生成这种stm了 好 生成我们stm了 那么 这个是后面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有一个方式 我们不需要生成stm了 好 我们需要即时更新 好 那当然到最后 呃 到最后我们的这一个 嗯 哪一个 我们看一下啊 到最后最后一节课的话 我给大家说我们stm了如何来生成啊 那么 现在这一节课 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如何 使用我们的这一个伪静态 来实现我们这种呃 呃分页啊 实现我们这种分页 好 OK 那么 首先我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我们根目录有没有 我们伪静态的一些规则啊 我们找一下 发现是没有的哈 发现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其他的一些文档啊 那么我们先第一步啊 我们先第一步到首页 然后呢 先第一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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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开哈 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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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配置文件里面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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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我们的这一个 里外特对 找不到里外特的话 那肯定去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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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 呃 好 那么我们找到这一个 有一些扩展的地方哈 搜点dll 往向上搜索 好 这边的话就会有我们这么多 东西哈 我们来看一下里外特在不在里面 这边没有 哎 我们里外特是在哪里我有点忘记的哈 我看一下 你 ok 哦 是在我们Apaq 没错哈 这边已经加载了我们的这一个里外特摩德 啊 就是已经支持我们的这一个伪静态了哈 支持我们的伪静态了 那么我们既然没有伪静态规则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一些文档啊 当然这些文档的话就需要大家去百度啊 像我知道我们Sync PHP里面有 我就直接来这边找就可以了哈 那么我们找到所以你叫做 例外特 打不得啊 i t 对对 好 压了伪静态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iisngx啊 iisngx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去百度一个规则 好 那么我看一下我之前的项目有没有哈 我们看一下像ecshop会有这东西吗 我们是.hattess h.accessess这个样子的一个文件哈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嗯 这个应该会有吧 ok htaccess 是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copy到我们的根目录来哈 等会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里面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哈 把它复制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好 那么里面的话会有这么一些东西哈 像这些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这些我们就不需要了 好 然后里外特 好 这些我们也不需要吧 我们先做一个实验哈 我们先做一个实验看一下能不能生效啊 嗯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直接叫做 什么呢 什么呢 我们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麦子的UI了哈 我们直接叫做麦子faq 点 这样子 好 这样子是没有的对不对 这样子没有的话我们先做一个 什么样子的操作呢 好 我们在这边叫做做一个操作哈 叫麦 现在我们用 我们用 新号对吧 然后是我们的麦子 麦子faq 然后呢 映射到我们的这一个 映射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目录啊 映射我们这个PLUS里面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2 好 那么我们这边有个totally size 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哈 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只有一个page number 看一下能不能生效啊 那么我们是$2对不对 好 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生效啊 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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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 q 下面的第二页 对不对 好 提醒我们是找不到这个页面 对不对 找不到这面我们先重启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apache 看一下 应该增加伪静态规则是不需要重启的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伪静态规则应该是写错的啊 我们先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重启有没有生效 刷新 好没有生效的话 我们就得借助百度 好 叫做我们的ap apache 怎么写apache 例外规则啊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得多使用我们的这些百度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应该就有用了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看一下这个例子 ok 那么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试一下啊 先用这个例子来试一下 麦子 对不对 加上我们的新点 我们现在是判断所有都能用哈 但是我们 啊 怎么说呢 应该是0到9哈 我们就用0到9来吧 我们是用我们的0到9 一个或多个 好 我们参考这一边来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到我们的mysfaq.php 然后是我们的这一个啊 page number 等于我们的$2 好 这一个我们给它注释掉 好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用l就好了 那具体这个l是什么意思的话 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啊 当前规则是 最后一个规则哈 停止解析以后的规则重写 好比如说我们这一条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就不接着往下执行 比如说你下面有几百条 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子来操作 再刷新 page number等于对吧 plus 我先看看 这是没错的 第二页对不对 我们可以 卖字 现在这边应该是到了1才对哈 我们是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对不对 plus page number 我们整计划复制过来看一下啊 整计划复制过来看一下 不行啊 我们看一下 找一条口用的规则哈 因为我们觉得百度有些时对新手比较不好的话 就是因为百度百度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又不要杂乱 想提起我们有用的东西的话 就只能靠试啊 只能靠试 像现在我们觉得它错了啊 或者是没有生效的话 我们必须试一下 好 好 那么我们再进来看到这么一些东西 on 例 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季有什么不一样 好我们来 rewrite 它是前面会有一个斜杠啊 那么我们这一边也是这样子吧 我们直接先这样子 用斜杠来看一下有没有生效啊 我们这边斜杠改成这样子 我记得也是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啊 那我先暂停一下啊 好那么我们继续啊 刚才我试了一下是应该这么来写啊 好我找了一个别的例子 那么我们规则的话就这样子来写就可以了啊 麦子什么什么点 文东西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是改回我们的0到9 对不对 好 0到9 一个或多个 好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样子 呃 第一页 对不对 第四页 好 那么下节课的话 我会把这一个地方点击啊 比如说点击这一边 嗯 出现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 连接的一段东西来做哈 我们给它改成 我们点击一下就是到2到3 点击首页就是到1 好 类似这种情况 好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讲的这一个 今天的一个课程啊 跟我们的这一个列表分页啊 是相关 就是跟我们这个最后一个课程也是相关的哈 我们可以呃 学这个课程之后 我们可以一是使用我们的伪晶态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用我们的这一个ERL的地址映射啊 映射过来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呃 最后一节课 最后一节课 这一个 好 学完之后一个是用我们的伪晶态啊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生成我们的一个物理地址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一边 好 大家去呃 参考一下我这一个呃 呃 伪晶态规则哈 参考一下我们这个伪晶态规则 然后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伪晶态 妹妹 感谢观看